欢迎收看戴希带您出去玩土耳其最终回 最后这集我要带大家去伊斯坦堡逛逛咯 首先要介绍的就是有土耳其紫禁城之称的苏丹托普卡屁皇宫 外观建筑仿照当时欧洲城堡的感觉 这座皇宫有500多年的历史 走进内部整体都维持得很完整 是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于1459年下令动工兴建的 当初在建造的时候苏丹号召了各地最好的工匠 铁工石匠木匠等等为他建造最壮阔的宫殿 先看看这第一道帝王之门 外观就有强烈的防御设计感 托普卡屁皇宫内部有教堂四个庭院 敬建厅 敬建厅是用来接见万国使节的大厅 另外有内庭图书馆 阿加斯清真寺 御膳房等等 还有啊 国王的后宫哦 就是国王后妃们的住所 跟中国的紫禁城一样 很大也很复杂 全世界古代的国王就跟中国的皇帝一样 只要看上的女人就要成为住到后宫的宠物啊 所以到处都可以看见极尽奢华的洛克克金工建筑 更有许多伊兹尼克瓷砖堆积成的外观墙面 在这里我真的看到玉霸不能 很可惜停留时间太短了 而这座皇宫后面有座玉金箱花园 哦忘了跟大家介绍 玉金箱是土耳其的国花哦 但是这个季节来我们看不到 这座后花园啊 我们站立的地方可以观赏玛尔玛拉跟博斯普鲁斯海峡 紧接着要来看看这全世界唯一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可别小看这一片海峡哦 它是唯一划分欧亚两周的水域 右边是亚洲国家 左边是欧洲国家 海峡两岸中间就是伊斯坦堡 历史上因为这条水道燃起无数次的战火 这东西方文化的分水岭是世界唯一不用搭飞机就能横跨欧亚的任意们 堪称是最有战略位置的渠道 导游还开玩笑的跟我们说 可以带我们搭船到希腊去玩 但后面的行程就都不用走咯 搭着游艇开始游海峡咯 天气好棒 海风吹得新神气爽 还可以看到海鸥成群飞舞的翱翔在游艇周围 但若西要喂食要小心哦 他们有点凶哦 为了收到海峡两岸的美景啊 很冷啊 我全副武装的把战利品土耳其皮衣皮帽都戴上 全程都在船尾的甲板上 因为这辈子可能只会来一次 行程快结束前 想到船头看看这艘船的船长 只可惜他似乎卷容满面的 有点像阿公的年龄 但还是来一张纪念吧 另外要介绍的是沉船码头旁边 这一座整排的海鲜餐厅 就位于加拉塔大桥的正下方 加拉塔大桥是一座两层设计的桥梁 上层走汽车路面电车跟行人通行 下层就是我们当天中午用餐的海鲜大街啦 听说最酷的是桥梁中间设计为活动室 船只通过时是会打开的哦 旁边的香料市集就是远近迟名的货品香料集散地 市集内部中央走廊的屋顶 也很是土耳其的建筑物风格 左右两侧就是各式各样的店家 里面不单只是卖香料而已 各式各样的商品种类琳琅满目 店员们在门口揽客的积极态度 让我看得眼花凉乱 大家可以在这边买一些伴手礼 特别是图片这里 这个品牌的人气咖啡 不管何时都是这样的排队人潮 现金下好离手 店员直接包好咖啡豆或咖啡粉 速度快的让我傻眼 这里的咖啡香浓 价格也清明到让人有幸福感 注意听咯 500公克才台币100元而已 好啦 最后这集最重要的 我要来跟大家说 在土耳其购物的杀价秘诀 在土耳其买东西都一定要杀价 千万不要傻傻的不好意思 通常是定价的3到4折可以成交 土国人都很会做生意 一开始会先杀个8折6折给你 但你千万别上当 这绝不会是成交价 我建议大家瞄准下手物件后 先把想买的价格乘上3折 算出来之后再盘算要买的数量 重点来了 千万不要公然的寒假 接下来偷偷去咬老板的耳朵 跟他说 我口袋就剩多少现金 真的很想买 如果你愿意 我们就成交吧 陈一德表示真的要买 就不需要来来回回的寒假 我试了几回 几乎都是成交的 最后要跟好朋友们说 土耳其Vlog连载结束咯 希望可以疏解大家 因疫情无法出国的苦闷 虽然飞行时间很久 但真的是值得去走走的国家 感谢支持观看 注意注意 戴希分享器是每周五晚间更新最新影片 赶快按下片尾的订阅键 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的影片哦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